二二百四驚驚過七十年 中華館紀念的儀式 說到六天的文武廟來起行 受難者家修出色 中華館中為民國也承認管副董人 國際來賓代表 向二二百的受難者家修 來抵議並且現象百合花束 另外我也在選擇 中華館在報道君秀官 下生立中華館 頭一個二二百的紀念館 中研修博的憲若沙中 各區中華館二二百愛依和平 希望紀念過的華東 中華館政府也希望 不僅是透過紀念醫生 也全港在文武廟給我 總體就是電的行程 來讓民眾了解 二二百四驚 舉辦二二八史跡文物還有照片展 那今天選擇在陸港這個古蹟 有很多的遊客 我們在二二八這樣的一個活動 最主要就是 希望大家能夠了解這個歷史的教訓 我們希望能夠 族群能夠融合 那我們也希望 藉這樣的一個歷史的教訓 能夠告訴統治者 我們要珍惜自由民主 也因為自由民主啊 才不會用政府的武力來鎮壓 來屠殺人民 所以我們台灣的人民要爭習我們這樣的一個自由民主的社會 因為我們透過民主自由選舉的方式可以來表達我們的立場 也可以來把它對政府的不滿 今年是立立八四驚的七十七年 中華館長為民國也選佈將在報道軍修官社成立中華館 頭一個立立八紀念館 收集立立八四驚相關的書寮書寮 在這裡郡所官社 來作為我們彰化縣第一個二二八的紀念館 我們會收藏在我們彰化縣二二八時代發生被鎮壓的 來介紹二二八事件這些歷史人物 譬如說謝雪紅他是彰化人 那二七部隊的中藝人他是北斗人 還有一些這個警察在二八事件的時候也有收集到一些史跡的資料 這個部分我們也會來跟彰化縣警察局來搜集這些檔案資料 來把這樣的一個歷史的史跡完全能夠呈現在我們彰化縣現民的眼前 華東最后 中華館長為民國也帶領管副董人 還跟來賓代表向二二八事人借給鎮定 變成現象百合花束 代表將會好朋友和希望的力量 團達出去 讓社會見到何海 各位中華新聞 林君陸港財訪報道